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广西人看来就是过好日子的标志 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食材 而那些记录长寿的食谱上 却从来不缺少独特和丰富这样的饲养 正在烹制的这种食材叫田螺 是广西人最爱吃的小吃之一 在寻常百姓家 田螺是常见的菜料 专卖店里 田螺更是食客们不二的选择 据有关统计 整个桂林市每天要消耗三吨左右的田螺 田螺也叫螺丝 主要产于田间水中 在广西 不管什么时候 田螺都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水产品 今年86岁的陈建芳 自幼生长在东南县三石镇纳河村 在所有美食中 他特别钟情田螺 真的像陈建芳老人说的 吃田螺可以长寿 1973年6月 在广西桂林市独山脚下的 一个神秘岩洞里 人们意外发现了距今7500年至9000年 居住在赠皮岩的古人遗海 让人惊讶的是 在当时人类寿命平均不到30岁的情况下 赠皮岩人却显得超乎寻常的长寿 经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以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进行鉴定 当时他们认为人类寿命 最长达到了60多岁 很多 有七八个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 为什么赠皮岩人会如此高龄 考古学家在他们的生活垃圾中 发现了被削去尾巴使用过的田螺壳 于是科学家得出结论 赠皮岩人长寿的原因之一 就是使用美味的田螺 高蛋白 低脂肪 低热量 而且是优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这么一个很好的动物性食品 现代医学也证明 以高蛋白 低脂肪食物作为人体蛋白质的来源 能有效减少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也许使用田螺正是七千年前的赠皮岩人 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广西桂林是世界旅游名城 但凡来到桂林的人几乎都不会放过桂林小吃米粉 其实在整个广西 甚至中国的大西南 米粉从来都是当地人的最爱 因此有人说 广西人之所以长寿 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当地米粉 难道不同地方生产的大米 还会对人体有不同的影响吗 位于广西西北部的盘阳河 蜿蜒曲折 把东南 巴马 凤山三个县串联在一起 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东巴凤长寿代 因为这个区域是中国长寿人口最多的地方 平均每十万人中 百岁老人就多达四十五个 这里低处云贵高原南路 森林覆盖率在75%以上 物产丰富 大自然赋予这里独特的原生态资源 更为这里的长寿老人 提供了丰富的营养食物 106岁的陈乃华老人 一直生活在东南县三石镇的纳河村 每天早上 他都会用自家种植的末米熬上一锅粥 或是在傍晚为全家人蒸上一锅末米饭 老人说末米过去是朝廷的供米 自己能吃上这样的米 怎么能不长寿呢 莫米是一种高寒山区产的黑糯米 据说东南县种着末米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中医典籍中记载 末米有自因补肾 健脾温干 义气补血 烫水保盐等功效 近代营养学家也证明 末米中含有的氨基酸有18种之多 其中锡元素的含量 竟然高达每公斤0.2到0.35毫克 那么锡元素对长寿的影响有多大呢 经专家测试 人身体中的血吸水平和寿命成正比 他们曾经抽取了多名百岁老人的血液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百岁老人的血吸水平 要比正常人高出三倍 和陈奈华一样 生活在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 七百弄乡弄雄村的唐市 今年已经102岁 他也爱吃一种米 那是他亲手熬制的玉米 102岁的唐市 看上去很年轻 脸上的皮肤还很细呢 问他是如何健康长寿的 他说吃大山里安逸的生活 和美味的玉米粥 让他活到了百岁 据有关专家考证 在整个广西地区的土壤中 锡元素的含量普遍比较高 因此这里生产的各种农作物 自然也就成了复锡食品 那么锡这种微量元素 究竟是怎样延缓衰老的呢 是1973年 美国的两位科学家 他们发现了 在生物化学里面 发现了骨光安钛 过氧化物酶 这里边的锡是它的最主要的组分 就是没有锡 它就没有活性 而骨光安钛的主要是干什么 就说通俗一点 就是清除咱们的自由机 咱们每天采生 自由机是引起衰老 它清除自由机 人们都说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长寿与各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有些专家看来 长期生活在海边 食用各类新鲜的海产品 可能会有助于人类的长寿 北部湾是中国南海的 一个半封闭海湾 一百岁的黄疏鱼 一直生活在广西防城港市 港口区光泊镇的红沙村 年轻的时候 它经常出海捕鱼 现在虽然出不了海了 但还会到海边走走 看看归来的渔船 呼吸一下海边的气息 黄疏鱼居住的红沙村 与大海隔了一道山凉 山不高 但足以躲避台风 同时选择在这里居住的 还有白鹿 多年来 人与鸟在这里和平相处 共享这片天地 黄疏鱼老人育有三个儿子 四个女儿 至于孙辈 曾孙辈 他就记不清了 只知道家人都回来的话 那得摆上十来桌 上百号人呢 老人平日最爱吃海鲜 所以子女们每次回家 都会带海鲜回来 其实是每年的五月至八月 遇到北部湾的休育期 黄疏鱼自己也会到市场上 买冰鲜的海产品 黄疏鱼老人说 自己喜欢吃海鲜 并不一定要高档的海产品 其实只要试鱼就行 哪种便宜就买哪种 黄疏鱼老人每餐都要吃鱼 至今二聪牧鸣 身板硬朗 家人对他的长寿 普遍认为就是因为他爱吃鱼 于是鱼就成了这家人 每餐必备的菜药 最可贵的在哪里 它的脂肪是属于一些 不饱和性脂肪酸 它不像我们猪肉 牛肉啊鸡肉那些 含的是饱和性脂肪酸 我们吃这些肉的时候 就担心肥胖啊 高血压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吃鱼肉呢 这个顾虑就不必要了 是吧 专家告诉我们 美食源于自然 也来自人类的聪明材质 人类长寿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 学会了加工各种食材 这不但可以让自然的食物 更加适应我们的肠胃 同时也加强了食物的安全性 本期典类的肠胃 最后的吃饱了 科学会很轻的 非常丰富 现在还要有可能 但比较多的 小胃 国家象繁星 和onder 水执有所调习 对 一百零三岁老生吴开舟 总是爱和自己的弟弟 九十二岁的吴秘舟一起划拳 喝上几口自己酿制的桑果酒 他还总爱开玩笑说 自己长寿的秘密都在这酒中 春夏交接之际 在中国广西一年当中最先成熟的 琵琶 桑胜果等水果 开始粉末登场了 向州县气候条件优越 自然资源丰富 是中国优质古生产基地 历来有贵中粮仓之城 近年来这里的农民发现 在这样优越的气候地质条件下 种植水果也很不错 桑农知道 桑胜果的成熟期短 如不及时采摘 桑胜果会烂在树上 但吴开舟并不担心 只要采集下来 他就有处理桑果的办法 那就是制作桑果酒 吴开舟虽然年事已高 干不了什么重火了 但在将桑果装入酿坛 这个关键工序上 他觉得还是自己亲力亲为 更踏实 吴开舟 吴开舟象征性地抓了几把桑果 装入酿酒坛 与其说是参与了酿酒的过程 不如说是老爷子祭酒的一个仪式 吴开舟老人上过私塾 当过教书先生 这在过去的年代 属于为数不多的文化人 现在还是有人 不是为了婚丧嫁娶 或者立屋盖房的事 前来找他 则个良辰吉日 这让老人感到十分满足 但说到长寿 他还是认为 跟自己酿制的桑果酒有关 难道这桑果酒 真的就是两位老人 长寿的原因吗 现代研究证实 桑胜果汁中 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 维生素 氨基酸 胡萝卜素 矿物质等成分 其中 桑胜果中 锡元素的含量 是苹果的五至六倍 是葡萄的四倍 具有多种功效 与吴开州老人 爱饮酒不同 很多广西长寿老人 都爱喝茶 尽管饮茶是很多人的爱好 但在广西的长寿老人中 却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饮用方法 在广西的北部 人们对油茶的喜爱 让油茶成了一种长寿文化的现象 家住宫城县莲花镇的吴锡奇老人 今年一百零三岁了 喜爱喝茶 但他喝的可不是我们平时认识的茶 而是一种叫油茶的饮品 广西是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 清明古语世界 茶树的枝头正先恐后地冒出新芽 吴锡奇老人从小就跟家人采茶 他知道 一年中只有这世界采集的茶叶品质最好 吴锡奇的人缘很好 他说跟他走得最近的 是跟自己同龄的邻居 一百零三岁的黄大妹 还有八十六岁的周元英 他们经常凑到一起聊天打油茶 吴锡奇告诉我们 工程的油茶主要是由茶叶 生姜和食盐组成 煮熟后再把油炸花生 爆米 葱花等配料放入碗中 冲上茶水 这样就成了工程的长寿饮料 常喝这种油茶可以预防疾病 提高免疫力 人类自古就是制作美食的高手 他们不但能够发现那些新鲜的食材 更能够通过浸泡 验制出各种富含生命所需物质的健康食品 采访中我们发现 在广西普遍存在着爱吃酸的习惯 这会对人类的寿命有什么影响吗 在广西来宾市向州县运江镇的一个农家小院里 我们找到了今年107岁的云自兰老人 据说他是腌制各种酸菜的高手 一年四季的食令蔬菜都是他烟壇中的绝佳选择 云自兰老人 14岁就做了童养戏 一生曾经历了两次婚姻 生育过三个孩子 只有一个长大成人 经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 老人仍然宽容 和蔼 好客 每当有客人来访 好客的云自兰老人 总要掏一碗自己腌制的酸菜 请客人品尝 就是賣來 人來人人 賣用辣椒烘烘的 小小小的人乾脆的 你去喝一杯 阿婆好吃 好可愛一點 與雲子蘭一樣 101歲的微少年老人 也是醃製食品的一把好手 但他醃製的卻是荷菜 為少年住在廣西桂林市 龍盛縣的樂江村 龍盛縣 三江縣 是洞族人聚居的地方 這裡的人們 有把各種肉類 製作成酸食的習慣 酸魚 酸鴨 酸肉 被譽為洞家三寶 今天 微少年老人的孫子 吳戴成在河裡抓到一條大草魚 一家人準備把它醃成酸魚 微少年說 醃酸魚的關鍵 是要將魚洗乾淨 在開堂後就不能再洗 否則魚會腐臭 入壇前需要把各種做料 直接塗抹在魚身上 然後燒一把稻草 用煙熏一會兒壇子 這樣醃出來的酸魚 就會有一股稻香味 好 雲子蘭老人的醃菜 也需要一些時間 它和微少年一樣 對醃製菜有的過程 非常有興趣 他不但給我們講述了 他醃製酸菜的方法 還詳細地講起了 醃酸要注意的各種 試想 午餐的時候到了 桌上擺滿了各種菜藥 由雲子蘭親手醃製的得意之作 醃酸菜 被放在了最顯眼的位置 媽媽醃酸 在微少年家 經過一個多月醃製的和魚 也被端上了餐桌 醃酸食品 是不是兩位老人 長壽的秘訣呢 他們都沒有正面回答 但這兩個家族 愛吃酸菜的習俗 卻被一直沿洗著 更重要的 可能還是這些醋酸 能夠把一些植物 或者單位能夠很好的分解 甚至它能夠對腸道的細菌 有益細菌 能夠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 能夠調節我們的 胃腸道菌群 從而能夠促進 胃腸道的健康 民以食為天 在長期的調研和拍攝中 我們發現 長壽老人的飲食各有千秋 並沒有固定的長壽食譜 可以說是從無禁忌 總結下來就是高蛋白 低脂肪 不暴飲暴食 荤素搭配 定食定量 特殊的飲食習慣 並不能代表所有的長壽原因 懂得如何去吃 如何進行食物搭配 適度才是真理